親愛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高興跟我們大家一起聚集在這邊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原來你就在我身旁 原來你就在我身旁 我們剛剛有知道 一個人他的眼睛怎麼樣 瞎了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通常都會用眼睛去看 我們想看的東西去體會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感覺 所以眼睛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眼睛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過多於依靠我們的眼睛 忘記用我們的心靈 很多時候我們過多於依靠我們的眼睛 忘記用我們的心靈 今天我們在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節看到 耶穌到了哪裡 耶利格城 裡面有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巴迪邁 他是一個討飯的匣子 他是一個討飯的匣子 我們知道耶利格城他位於哪裡 我們一起來看耶利格城呢 他位於耶誕河的旁邊 所以耶利格城他可以說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當時沒有自來水 他們都要引河水來灌海 竟然在約旦河的旁邊 想必耶利格城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地方 物產豐富的人就會有錢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乞丐 如果你是逃犯的人 你會去窮人的地方還是去有錢的地方 有錢人的地方對不對 沒有錯巴迪邁就選擇待在這邊 他選擇待在耶利格城 因為耶利格城是一個很有錢的地方 是一個很樂好的地方 他可以靠這些來支撐他的生活 不然他根本沒有辦法過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現在閉著眼睛 如果叫你走路 你能走直線走很久 如果叫你下樓梯 你會不會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們能夠想像 當時那個瞎眼多麼不方便 現在我們有導航犬 我們有長這樣的階梯 而且我們還有停字書 但是在以前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 而且還是會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巴迪邁在這個時代裡面 他可以說他活得不快樂 因為很多人都看不起他 很多人都看不起他 但是感謝主 有一件事情 要讓巴迪邁改變 那是一件什麼事情 他聽見了嗎 他聽見福音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 巴迪邁聽見福音的 在羅馬書十章十七節這樣說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了 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了 巴迪邁聽見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當耶穌經過耶利歌成的時候 一定很多人在喊什麼 耶穌來了 耶穌來了 巴迪邁聽見了這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聽見了耶穌要來的好消息 巴迪邁是一個蒙古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這世上還有很多不蒙古的人 還有很多跟巴迪邁一樣的人 他們需要聽見這個福音 他們需要聽見福音 羅馬書十章十四節說 未曾聽見上帝的福音 怎能信他呢 今天好多人還沒有聽見上帝的福音 怎麼來相信他呢 所以上帝把這個很重要的使命 放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要去告訴這世會 這個世代裡面還有好多的巴迪邁 所以我們知道 傳福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這世代還有好多巴迪邁等著 要聽見這個福音 來相信耶穌基督 巴迪邁是一個蒙古的人 他聽見了耶穌要來啊 耶穌要來了 再來巴迪邁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呼求耶穌基督 聖經上怎麼說 羅馬書十章十三節這樣說 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今天耶穌來了 你會錯過機會嗎 可能有些人會 我來打電動啦 你不要吵 今天耶穌來了 你會錯過機會嗎 巴迪邁他完全沒有錯過機會 他大聲的說什麼 他說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 他看到耶穌經過的時候 他就說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 你能想像耶穌可能離他好遠 他可能從耶穌 他聽到耶穌來了 他就開始喊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 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吧 他這樣要喊多久 他這樣可能要喊很久 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耶穌基督來到他的面前 他有一個很大的信心 他說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 其實在巴迪邁的生活裡面 耶穌來了可能對他來說是個意外 今天如果耶穌再來對你來說是不是個意外 你根本還沒有準備好 哇耶穌基督就來了 有沒有這個可能 但是你要知道耶穌基督隨時都會來 你要知道你要好好的把握這個時間 可是我們知道他在呼求主名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說經文這樣說 有很多人責備他不許他出生 但是他越發大聲的喊著說 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吧 耶穌就站住叫他過來 那個是他們就叫幫你買過來 說放心耶穌基督叫你過來 有人能夠阻止幫你買嗎 他那麼大聲的喊叫 結果大聲大家都跟他說你不要吵啦 可是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從這件事情裡面我們就知道幫你買是一個 就算大家壓迫他 他也要去尋找生命意義的人 就算他覺得他現在活得非常的苦 他覺得他現在活得非常的苦 他一個乞丐一個逃犯的 他的生活一定非常的苦 他還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去找他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他要去找他生命的意義在哪裡 更重要的是沒有因為他的身分 耶穌基督就不聽他的話 在這樣吵雜的人生中 耶穌基督聽見了巴迪滿的聲音 你想好多人在那邊講話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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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耶穌聽見了巴迪滿呼叫他的聲音 跟他說你來救我可憐我吧 今天我們這麼多人在敬拜 一樣有好多聲音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就是聽得到你的聲音 就如同神聽得到巴迪滿的聲音 這麼多人在禱告 神一樣聽得到你的聲音 神一樣聽得到你的聲音 或許我們跟巴迪滿曾經有一樣的經驗 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別人跟你說你不要禱告 你為什麼要去信他 你的耶穌真的有幫助你嗎 就如同巴迪滿在呼求耶穌基督的時候 但他說你不要吵 你有資格吵嗎 你的這個身分誰會敬你的 哎呀你不用去承請了啦 你的身分根本正如官員 也沒有人會理你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耶穌基督反而聽見了巴迪滿的聲音 在那麼吵雜的情況下 耶穌基督就聽見他的可求 所以耶穌是一個很用心聽的人 他會用心去感受我們的感受 再來 他得到了神的憐憫 他得到了神的憐憫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在無助的時候 當我們在不知道怎麼樣的時候 神都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需要 他都會憐憫我們每一個人 他都會憐憫我們每一個人 只要我們用心祈求 只要我們把我們所有內心的事情 就如同巴迪滿一樣 大聲地呼求神 告訴你 神都聽得見 神都聽得見 在約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解說 我們一起來言 凡目所賜給我的人 必到我這裡來 到我這裡來了 我總不丟棄他 到我這裡來了 我總不丟棄他 巴迪滿因為大聲地呼叫耶穌基督 所以耶穌基督停下了腳步 耶穌基督聽到了他的聲音 耶穌基督放下他一切在忙的事情 來到巴迪滿的面前 告訴他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親愛的弟兄姐妹 耶穌說 耶穌停下腳步的時候說 請他過來 巴迪滿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眼睛看不見的人 耶穌說 請他過來 巴迪滿發生了什麼事 跳起來衣服丟掉怎樣 趕快過去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巴迪滿是一個眼睛看不到的人 耶穌基督為什麼要叫他自己走過來 照理來說應該是耶穌基督走到他面前 為什麼耶穌基督要叫他走過來 因為耶穌基督讓所有的人看見 當你遇到一件有價值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如何去追求 不管再怎麼辛苦 你可能會跌倒 你可能會撞倒 你都要積極的追求這件事情 必讓你蒙受很大的助理 你可能會跌倒 巴迪滿可能會跌倒 可能會撞到人 甚至有人會怎麼樣 悟意把他推倒 但是耶穌基督說 過來 過來 巴迪滿就過來了 巴迪滿他聽到耶穌基督的聲音的時候 他丟掉了一件東西 是什麼 他的外衣 也就是他的外套 你們知道在當時時代 那個外套有多重要嗎 那個外套可以讓他晚上睡覺的時候蓋 那個外套可以拿去跟人家換錢 不管再怎麼救 只要你那件外套 你就可以拿去換錢 而且政府保障所有的人 你做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窮到沒錢了 我把這件衣服賣給這位弟兄 晚上我還可以去跟這位弟兄拿回來 他一定要還給我 就算我已經賣給他了 晚上他還是要還給我 因為當時的外套 對當時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東西 可以說是他的財產 但是巴迪滿為了要見耶穌 他怎麼樣 跳起來衣服丟掉 他根本沒有想說 我這件衣服不見了怎麼辦 他全心全意可目的是 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結果巴迪滿得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信心的結果 讓他怎麼樣 讓他看見 讓他看見 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多過約伯記 你就知道 約伯是一個很辛苦的人 他所有身邊的人都死光了 上帝也給他的身體非常的不好 這樣轉了一圈 從第一章也到四十二章的時候 約伯說了一句話 他說信心讓我們從聽見神轉變為看見神 信心讓我們從聽見轉變為看見 聽見轉變為看見 所以今天我們都只有聽 我們也許在別的地方 在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也都只有聽聖經 但是神說你的信心要讓你看見他 神說你的信心要讓你看見他 最後巴迪滿得到了你要主 他的生命中得到一個最大的改變是 他有新生的樣式 他有新生的樣式 羅馬書六章世節這樣說 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今天當你認識神的時候 你就會有新生的樣式 巴迪買他的眼睛得到醫治之後 經文怎麼說 在路上跟隨耶穌 在路上跟隨耶穌 一個乞丐變成一個跟隨族的人 一個乞丐變成一個跟隨族的人 親愛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細讀整本聖經 你會發現有好多人都是這樣 從舊約到新約 有一個人我們非常的熟 他一個人就是保羅 當你的生命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得到的是新生的樣式 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始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要救一切相信的 所以我們知道 福音改變了千千萬萬的人 改變了許許多多的人 改變了我們數不清的人 我們知道這個福音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要忘記 主承脫過我們一個大使命 就是我們要去傳福音 我們要去傳福音 今天巴迪滿就在我們的身邊 保羅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兩個弟兄姐妹 你要把這句話放在你的心裡 當你每次出去傳福音的時候 你都要告訴自己說 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今天還有好多人就不同巴迪滿一樣 他們根本不認識神 所以他們沒辦法折救 但是如果他們聽見這個福音的時候 他們就能大聲呼求主耶穌 他們就能大聲呼求主耶穌 甚至他們也會跟巴迪滿一樣 得到犧牲的樣式跟隨主 巴迪滿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我們今天也要跟隨 當我們的生命得到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跟隨主耶穌的腳步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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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我們要學習很多信心的功課 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但是不要忘記 當你在困苦的時候 你要同巴迪滿一樣 不要放棄自己 你要求告神的名 請他幫助你 請他幫助你 最後我們要來做一個反省事 你要神 今天巴迪滿來到耶穌的面前 他好不容易來到耶穌的面前的時候 耶穌問他你要神嗎 耶穌曾經用這句話問過他的門徒 他曾經問過他的門徒 他告訴他的門徒說 要我給你們做什麼 你猜他的門徒回答什麼 他的門徒說 是我們在你的榮耀裡 一個坐在你的右邊 一個坐在你的左邊 結果耶穌說什麼 你們所求的你們不知道 他們要的是那個榮耀 是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要什麼 耶穌基督原來就在我們的身邊 巴迪滿就算他眼睛沒有看到 但是他聽見了那個鼓言 他聽見了那個鼓言 就算他看見了 他也知道他一輩子都要跟隨 他也知道他一輩子都要跟隨主 今天很多人就算他眼睛看得見 他的心靈也沒打開 他樹林的眼光也沒有打開 耶穌說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通常我們都想要做什麼 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讀幼稚園 我就跟我媽說 我好想上國小一年級喔 到了國小的時候我就想要幹嘛 我就想要當國中生 到了國中生的時候 最好是趕快到高職 高職的時候就說什麼 啊如果能上大學趕快出去外面 離開家哪不知道有多好 到了大四的時候你會發現 好像都在鋪裡 你就想要趕快賺錢 這樣就有錢花 當你出來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希望趕快怎麼樣 升官 越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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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先到了總經理的位置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每到你那一個階段 你想要的那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心裡就不滿足了 我國小的時候想要上國中 國中的時候想要上高中 就像我們很多人都會說 女生的衣服永遠都少一件 出去的時候就會覺得 這一件我有需要 男生是怎麼樣 啊這部車開了十年應該換一台 房子怎麼樣 啊東西越來越多 我三房已經不夠住了 要放四房 四房再來了 不行 他領愛王套提言 都聽錯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耶穌基督 如果問你要什麼的時候 你要怎麼回答他 你要什麼 你要這些看得見的東西 還是你要神把他 有什麼鼠原的眼睛 遇見他 與他同行 與他同行 在約翰遺書裡面 提醒我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世界上的情緣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神的旨意 是永遠長存 所有的一切都要過去 唯獨遵行神的旨意 是永遠長存 有一首詩歌我們都很熟 那是奇異恩典 這首詩歌我們都很熟 但是我們知道 寫這首詩歌的作者 他是一個過去很壞的人 他曾經做人口泛賣 而且他會恐嚇別人 他快到連他的爸爸媽媽 連他的阿嬤都沒有辦法阻止他的時候 大家把他看回 他已經沒有用 但是他的家人 還是把這個福音傳給他 有一天這個作者 他在坐船的時候 他遇到了大風蠟 他知道他要死了 他想起誰 想起爸爸媽媽跟他傳的福音 親愛的弟兄姊妹 重點就是在這邊 有可能你今天跟一個人傳 你看他都沒有改變 但是神要在他的生命的某一個點的時候改變他 這個作者 他就在那一個暴風雨中信主 平安的回去之後 他寫下的這首歌 奇異人 他寫下的這首歌奇異人 他說過去他是瞎眼的 但是如今他重新看見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都看得見 但是你有沒有求神 讓你看得見屬於人 開啟你屬於人的眼光 你有沒有求神開啟你屬於人的眼光 讓你看見不一樣的東西 讓你看見不一樣的東西 就如同巴黎馬一樣 他看見神之後 他就跟隨神 他看見神之後 他就跟隨神 等一下我們要來唱一首回音詩 這首回音詩叫做 活著我也要敬拜你 在他這首回音詩裡面他說 開我的眼睛 讓我看見你 你容美彰顯 吸引我心 開我的耳朵 讓我聽見你 每句話都讓我跟愛你 我們要讓神開啟我們的眼睛 讓我們看見他 開啟我們鼠黎的眼睛 讓我們看見他 開啟我們的耳朵 讓我們真的能夠 聽見這個福音 成為我們的幫助 聽見這個福音 成為我們的幫助 如果你 沒有辦法 看見上面的歌詞 在我們的中報十到十一頁都有 我們要一起 來唱這首歌 開啟 活著我也要敬拜你詩 開啟我的眼睛 讓我看見你 你容美彰顯 吸引我心 開啟我的耳朵 當我聽見你 每句話都讓我跟愛你 開啟我的眼睛 開啟我的眼睛 讓我看見你 你容美彰顯 吸引我心 開啟我的耳朵 讓我聽見你 每句話都讓我看見你 開啟我的眼睛 開啟我的耳朵 開啟我的耳朵 讓我看見你 你容美彰顯 吸引我心 開啟我的耳朵 讓我聽見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 我只会要进来 爱你 我只会要全心在海底 辅负在你荣耀中 一定永远无认可记忆 我只会要进来 我只会要全心在海底 永远住在你荣耀中 心在精彩 永远在你荣耀中 我们一起敬礼 我们一起来唱歌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你用每张线吸引我心 开我的耳朵 让我看见你 让我听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 你 看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你用每张线吸引我心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 我们一起来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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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位要全心在你 你用每张线吸引我心 开我的耳朵 让我听见你 让我看见你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 每句话都让我更爱 我这位要亲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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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伏伏在你榮耀中 你的容悲 無人的經歷 我這位邀請愛你 我這位邀請愛你 永遠存在你眼中 喜在今在 永在你處 我愛你 開我的眼睛 讓我看見你 你用悲傷線吸引我心 開我的耳朵 讓我看見你 每句話都讓我更愛你 我這位邀請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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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住在你臉中 永遠住在你臉中 心在 心在 永在你主 我愛你 我愛你 我者為要敬拜你 我者為要敬拜你 我者為要全心在 愛你 我住在你臉中 永遠住在你臉中 你的永遠 無人等級 我者為要敬拜你 我者為要全心在 愛你 永遠住在你臉中 心在 心在 永在你主 我愛你 神 永遠為神 我們的神 為你 神 你 家 也 惡 黃 有全會 榮光 有恩典 慈愛 是 喜在 今 在 永在 你 神 我為神 你為神 我全能 長在 宇宙 華物 也有溫柔 雙手 安慰 雙相 靈魂 有你為神 有全名 神 派一切 罪恨 也有慈悲 體貼 人的暖落 有你為神 有你為神 我們 神 為你 神 為你 神 你 家 豪 也 和 黃 有全會 榮光 有 恩典 慈愛 是 喜在 今 在 永在 你 神 親愛的 弟兄 姐妹 花底 埋在 他的 生命 中 他 遇見了 那一位 神 開啟了 他的 眼睛 讓 他的 生命 得到 改變 當 從前 大家都 看不起 他的 時候 他 那個 內心 的 傷口 也 得到了 一直 最後 他 做了 一個 決定 就是 跟 誰 這一位 神 我們 每 一個 人 都 需要 這一位 神 來到 我們的 生命 當中 改變 我們的 生命 因為 在 我們的 生命 中 我們 有 很多 的 苦苦 我們 有 很多 的 補 綁 我們 有 很多 的 壓力 有 可能 是 家人 給 我們的 有 可能 是 我們 老闆 給 我們的 有 可能 甚至 是 我們 自己 對 自己 的 要求 太 高 我們 都 要 邀請 這位 神 讓 我們 的 家 庭 我們 都 要 邀請 這位 神 進入 我們的 心 中 讓 我們 真正 得到 改變 當 你 願意 的時候 你 甚至 可以 把 你的 手 舉 起來 敬拜 這位 神 為什麼 要 我們 把 我們的 手 舉 起來 是 因為 神 就是 一個 禮 祂 就 運行 在 我們的 當中 當 我們 把 手 舉 起來 的時候 我們 先 要 告訴 神 說 我 願意 更 多 的 難 觸 摸 你 我 願意 你 就 進入 我 的 心 中 進入 我 的 神 天 說 我們 要 謝謝 祢 讓 我們 一起 聚 見 在 這邊 我們 要 來 讚 美 我們 要 邀請 這位 神 跟我 一起 歌 唱 我們 一起 打 唱 這首歌 我們 要 聽 為 神 有一 位 神 有 全 合 長 造 宇 宙 花 路 有人 夠 享 受 安 為 享 享 敏 魂 魂 有一 位 神 有 全 定 勝 犯 一 切 罪 恩 有 慈 慈 慈 天 人 敏 軟 弱 有一 位 神 我們 神 我們 地 神 我們 地 神 我們 地 神 回 日 地 神 比 驕 豪 嚴 和 inform 有 全 惠 永 多 有 全 位 終 方 有 安 便 慈 愛 是 喜 在 敬 在 永 彩 武 身 有 全 會 成 這位 神 我 以 為 神 我們 地 神 我們 地 神 我們 地 神 有全美容光,有恩典慈爱,是喜在尽在永在为神。 我们的神,有你为神,我们的神,为你一生。 一家好见何望,有全美容光,有恩典慈爱,是喜在尽在永在为神。 我们一起同行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我要感谢祢,谢谢祢让我们听见这个福音。 谢谢祢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多的来经验。 神叔,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中更多的来依靠祢。 求祢让我们的树林的眼光开启,让我们更多的来看见。 神叔,我们的耳朵是常年错过祢的身体。 求祢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更多的来聆听祢的身体。 如果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错过的。 祢有时,甚至我们如同巴黎环一样,我们先路在被人家酷督。 我们先路在被人家批评。 但是祢说,我们谢谢祢要抑制我们,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得到从祢拉来的祝福。 祢说,我们要再次介绍我们的感谢。 谢谢祢透过今天的故事,谢谢祢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 原来祢就在我们身旁,原来祢永远没有离开我们。 原来当我们当生呼求祢的时候,不管环境多么嘈杂, 祢都要听见我们的声音,让我们与祢更深的联系。 祢说,我们要愿祢大大的来祝我们弟兄姐妹, 按说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亲自来医见他们, 让他们得到世话。 祢说,祢是我们的神,祢是喜在有在的神, 我们要更多的来敬拜祢。 也愿意让我们领受从祢那来说天的祝福。 再次介绍我们的感谢, 祢在美国将祷告的神通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